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求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广东南南 聊一聊CBA 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 那最近的话广东南南又完成了一笔签约 当然这笔签约和一线队没有关系 是关于青年队的 那青年队目前的主教练是曲哨兵 也是原八一队的队员 他此前的话是开展了一个曲哨兵训练营 自己是亲自去指导这些训练营的小学员 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最终在广东队的千针引线之下 曲哨兵是跟随尤纳斯去了立陶宛 进行了一个一年的进修 回来之后就成为了广东青年队教练组的一员 随后一步步做到了广东青年队的主教练 那么后卫出身的曲哨兵 的确在培养后卫方面也是非常有一套 那徐杰胡明轩可以说就是他的一个非常得意的作品 不过目前广东南南青年队的一个教练组的成员 相对是比较老化的 除了主教练曲哨兵相对比较年轻以外 是86年出生的 其余的教练组的成员年纪都是比较大 可能面对一些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的时候 他们的身体有可能会吃不消 给予杜峰的帮助并不是特别的大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杜峰对于广东的年轻球员 需求量还是非常大的 尽管是作为CBA的冠军球队 但是杜峰长时间以来 在常规赛阶段会给年轻球员 以非常多的表现机会 上赛季大家都见识过杜峰的五上五下 但是所谓的五上五下其实不只是时任轮换 广东真正的轮换阵容的话 能够达到11人甚至是12人 所以说有非常多的年轻球员 可以在广东队的一线队当中 得到比赛的机会 比如说上个赛季的张浩 张浩佳 这些球员就得到了非常多的出场和表现机会 那么他们的比赛今年也是积累到非常快的 所以说他们杜峰是非常需要 广东队的青年队 不停的给他输送新鲜血液的 那今年又输送了许昕和张明驰之后 可以说二队方面也会重新吸纳一些其他的球员进来补充 所以说曲绍斌身上的工作压力是比较大的 因此经曲绍斌的介绍 他将自己前八一队的队友姚凯夫 是加入到了广东青年教练组当中 朱芳宇也是完成了这笔钱 原来目前广东青年队的教练组 正在慢慢的实现年轻化的一个进程 这也会让广东青年队的一个教练组的工作效率有所提高 那提起姚凯夫的话 可能不太熟悉CBA的球迷 对他并不是特别了解 哪怕是你经常看CBA的球迷 对于这笔区员也不是了解很多 因为他其实在整个CBA当中 并没有留下太过深刻的表现 最好的表现也不过是09到10赛季 当时在八一队他能够勉强算得上是一个轮换群员 场均能够捞到22分的上场时间 每场比赛能够拿下5.2分外加2.2个篮板的成绩 属于一个23号位的摇摆人 但是的话呢 在10赛季之后我们知道 八一队是高调引进了寒硕 这就使得后卫线上有点人满为患的感觉 那姚凯夫作为后卫线上的一个人员 也是受到了很大的排挤 在1010年那个夏天就失去了打CBA的机会 之后去到了宁夏打这个NBL的联赛 所以说在球员时代的话 姚凯夫他并不是一个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的球员 但是从事教练工作之后 应该说整体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这也是得到了曲绍斌的青睐和认可 最终经过他的介绍 目前他已经是被诸方语成功的 迁入到了广东青年队当中 那我相信姚凯夫的加盟 就像咱们前面说的 增加了广东青年队的一个 教练组的工作效率 进一步的能够让青年队当中 更多的学员去拔高出来 能够去补充到一线队当中 这对于整个广东一线队来说 对于杜峰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消息 对于杜峰来说